像依惠老师刚刚说的那个超低的时间是8月22号 一起期待一下 也特别想问一问依惠老师 那8月22号以后的这个行情大概怎么走 是震荡上行呢 还是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趋势 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趋势 这个问题其实可汉问得非常好 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者关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K线结构图 从K线结构图上 为什么我们能够确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性的行情 或者是一个大转性的行情 仔细看一下这块有个跳空缺口 对吧 这个跳空缺口是在7月25号产生的 那好 这块有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那形成的是什么 一个倒形反转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有个跳空缺口 好 这也有个跳空缺口 仔细想一想 很多投资者其实都是在研究跳空缺口 不管是突破型跳空缺口也好 中继型 衰退型 这个其实不重要 跳空缺口怎么形成的 是在于大家一致性预期向上的情况下 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一致性预期向下的时候 形成向下的跳空缺口 好了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什么 它的成交量 往往在跳空缺口这个位置 筹码并不强 所以说它会形成的是什么 倒形反转 那么好 下一节目如果说仔细听一下 整体的量能在持续下降 比如说8月2号形成第一点 那么我可以有把握的告诉大家 这一波要向上的话 它还是中大阳线拉涨 也就是形成一个快速上限 而且量能不需要放很大 为什么 因为这属于整个筹码的一个稀少段 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筹码的一个断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因为上方的压力是在什么位置呢 是在这个位置 3250点附近 这个位置是一个风池 那么这儿虽然说跳空缺口了 但是它不是压力了 因为在这个位置属于什么 筹码形成断档之后 它自然而然跳空缺口是一个大涨 也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底部仔细看一下 往往为什么形成一个微型反转 而且是一个连续大涨 看一下这个位置连续大涨 量价齐升 源于什么 在这块下跌的时候 虫码稀少 买日的人少了 套牢的人也少了 所以说连续上涨的概率比较高 那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8月2号形成低点之后 按照跳空缺口的原理 那么在下期的可能就是直接大涨 突破了一个跳空缺口 这是一个大涨率事件 当然所有观点仅供参考 我们从技术上 也就是筹码分布这一段 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 刚才我们强调两点 一跳空缺口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向上 也就是一致性向上看多 向下跳空缺口 一致性向下看多 同时带来的是一个缩量的情况下 那么下一次再次形成上涨的时候 它是用很小的资金 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也就是能量永远循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 所以说西海州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快速上涨 8月22号之后是这样 那回到盘面上来说的话 今天涨幅居前的像房地产 还有证券 他们是有了一定的拉升的 但是似乎对于我们上证指数来说 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那也想跟老师来简单聊聊 房地产还有证券这个板块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看好吗 暂时不看好 为什么暂时不看好 我们先看一下证券 证券刚才我们强调在这一天的时候 也就是它的峰值 整体量能是达到多少 1574亿证券这个指数 好了 全天整个来讲的话 它的最高冲到了6%以上 好了 然后冲高回落 好 那么今天冲到3%以上 也是一个冲高回落 量能有没有放大 量能相比昨天略微放大 738亿 那么好 相比于这个位置 连一半都不知道 能不能形成创新高 可能性没有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的话 我们就画一条压力线 现在已经到压力的位置 明天涨不了证券 别考虑了 现在创新高的概率更低 同时房地产我们也不看好 因为什么 大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个连成一条线 就是压力 现在别指望房地产 能够形成一个大涨 房地产我们强调两点因素 第一 房地产整体而言 销售数据持续的下行 包括房地产投资 销售面积 包括销售的回款金额 都是一个新低 这是其二 我们强调很多的一些企业爆雷 尤其是碧果园爆雷 其实带来了一系列 房地产的连锁反应 所以暂时不关注 是这样